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禄崇拜 非一般的时代 非一般的崇拜 如果你早两个礼拜有在这里 你应该还记得 那时候我讲了一个 和瘟疫有关系的讲章 当时我讲到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至十三节 是主耶稣基督在灯山补分里面的主土文 讲到的题目是 易亦正万言 讨告天父 今天我将会继续讲这个瘟疫 也是用一个瘟疫的主题继续讲 不过讲的不是下集 而是上集 原因是因为我想带你 回到灯山补分的起头 刚才Dennis帮我们读的 是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二十三至五章第十二节 灯山补分里面的天国的八福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死阴幽谷 尋见耶稣 我们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天国的八福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饿无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见上帝 剃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为意受逼包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很多华人的基督徒 都很喜欢八福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更加喜欢在那里讲八福 但是八福的意义究竟是些什么 我们又怎样去明白 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呢 关于八福 第一样我想你看到的东西 就是其实耶稣要给我们的 不是八样的福气 而是一个八合一的福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第一福和第八福的应许 其实都是一样 心灵群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意受逼包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是不是想不出新的应许 所以在第八福里面 就重用了第一福里面的应许呢 当然不是 我估耶稣是特意这样做 他想通过这个对应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来告诉我们 从上帝天上而来的福气 其实没有八个只有一个 那个就是天国 是天国的应许 所以当我们去演绎这个八福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好像一个中式的宴会的模式 这样去演绎 你知道华人教很喜欢做这个中式宴会的模式去讲八福 今天先跟你讲第一福 下个礼拜讲第二福 第三福 第四福 但是不行的 原来八福不可以这样讲 八福不是中式的宴会 八福仿佛是韩式的小菜 就是你的小菜一来的时候 是八样东西一起来到的 我知道香港你出去吃 可能小菜都是三四样的 但是如果你去一个正宗的韩国餐厅吃的时候 狠狠地给你七八样的小菜 而这八道的小菜不是分开上的 不是你吃完一个再给一个你 而是一起上 是一个整体来的 于是我们读八福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当它是一个巨型的汉堡包 有八层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汉堡包 这个汉堡包很有趣 它的肉不在中间 它的肉在外层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的应许是八福里面的精髓 这个天国的汉堡包不单止好味道 而且它价值廉成 它有无限的价值 它有永恒的价值 是上帝要给我们从天而降的一个礼物 不是八件的福气 而是一件从天而降的礼物 叫做天国 今天我讲这个八福的讲道 有三个重点 题目是死音忧谷尋见耶稣 重点第一 在八福当中我们会察觉到一个动向 这个动向是从旧约的预言 去到新约的承传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在八福当中 在这个死音的幽谷里面 我们将要寻找到救主 耶稣基督 第三点 在八福当中 我们会见到一个改造 又另外一个动向 另外一个动向 另外一个改造 是从无味地延变成世上的亮光 我们开始的时候 先从第一点开始慢慢引你 通过第二点去到第三点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既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如果你熟旧约的圣经 当你读八福的时候 你会很快看到 原来八福是凝聚了 汇聚了很多旧约的认识 尤其是是诗篇和以赛亚书当中的认识 诗篇第十二篇第五章 因为群父的人冤属和贫穷人的碳息 我们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募的 稳妥之地 这里讲的是贫穷人的福音 这里讲的碳息 其实就是哀动 哀动的人上帝要起来 为他们施行拯救 要带他们去一个安揭的地方 要使他们得适防 诗篇第三十七篇第十一章 这样讲 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 你看不看到和八福的平衡 直接是妈公仔一样 继续 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九节 困苦的人必因耶和华 增添欢乐 人间贫穷的人必因 以色列的圣者为乐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七节 困苦贫穷人寻找水 他们口干 他们因口渴 舌头干燥 我必应允他们 以色列的上帝 必不离弃他们 还有一段 最后的一段 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可能是最全面 最重要的一个应许 是回应了八福当中 的囚四点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第一至二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报好消息及贫穷的人 猜显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老的得释放 被捆绑的得自由 宣告耶和华的因年和我们上帝 报仇的日子 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这个是最全面最重要的一个应许 如果你熟《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 你也许记得 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应许 其实就正正是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 耶稣第一篇讲章的中心 当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 他第一篇讲章 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接着他说 我来就是要成就这段圣经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至二节 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宣言 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用他的行为和语言 一同来宣讲天国的来临 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用他第四章用他的行为 第五章他开始用他的语言 而这两东西是共通的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二十四、二十五节 耶稣的名声全片了 聚利亚那里的人 把一切的病人就是各样的疾病 和疼痛的、疲惑的、癫痫的、 瘫痪的人都大来了 耶稣就治好他们 当时有一大群人 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大 若旦河的东边来跟随他 耶稣好像一个强力的磁铁 他在吸引很多的人 来到他身边 但这些人是有一些特征 这些人都是贫困、多病的人 这些人都是孤苦无依的人 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去跟从他 跟着他一起去上山 于是他开始登山补睡 登山补睡不是说给很多人听的 是一班很特别的人 就是这班这样的贫困人 这班这样多病的人 耶稣治好他们 继续向他们传统天国的福音 当时有一大群人来跟着耶稣 跟着耶稣的人不是有钱人 不是有名望的人 而不是身体健康的人 不是容貌尽美的人 跟着耶稣的人 是贫困、多病、卑微、低下的人 于是就这样 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开始说 心灵贫困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中文的翻译 你手上的翻译是 心灵贫困的人有福了 很多时候你去听 别人讲道的时候 你会告诉你 其实这里说的是属灵贫困 一个觉得自己有罪 属灵贫困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其实这个不是原文的意思 一个更好的翻译 应该是这样说 极其贫困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原来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贫困 一种叫普通的贫困 另外一种叫poor in spirit 灵女的贫困 什么叫灵女的贫困呢 就是你窮到一个地步 你的灵魂都破碎了 那叫做poor in spirit 所以poor in spirit 就不是我属灵上很贫困 poor in spirit 说到我惨到现在 傾家荡产 卖了自己的 我都是没有办法 为我自己可以脱贫的 于是我是窮到窮 我是窮到灵魂都被破碎 激其贫困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句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 哀动的人有福了 我们通常讲到的时候 就会说这个人一定是 为他的罪而去哀动 但其实一个更直接更好的翻译是 痛苦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耶稣不是说一个人 为他的罪而哀动 simply 是因为他承受着很大的痛苦 于是他哀动 他说这些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第三段 我们说 险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通常我们想到 险和的人 我们讲一个 一个很有成就的教授 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但是他很謙卑 他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这个是博士堂堂的 一个大博士 但他竟然在教会的厨房里面 煮送给大家吃 于是就说 险和的人有福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 完全不是 那个原文的意思 不是讲一个 很有成就的成功人 不过很远秘 那个原文的意思 是讲一个 一个卑微低下的人 是整个社会里面最低层的那一类人 他说 卑微低下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草地 第四个 我想大家都很熟 叫做 饥喝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门的 原来这个翻译也是做得不好的 当我们想到饥喝慕义的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想象力 一个饥喝慕义的人就是 一个年轻的律师 但他很想帮那些穷人追求正义 电视剧也有得做 于是他说 这个年轻的牧师 他追求公义 饥喝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门的 不是 一个更好的翻译 应该是 饥喝慕义的人 谁会喝 谁会肚饿 就是从来没有足够烦性的人 没有足够水喝的人 那些人就是饥喝 你明白吗 那什么叫饥喝慕义的人 因为他从小到大 都在一个不义的社会里面生长 从小到大 这个人从来没有承受过公义的审判 于是他便饥喝慕义 原来一二三四 全部都是在说同一班人 这班人他极其的贫穷 这班人他在痛苦中 身淫 哀动 这班人他是属于 地球上属于 社会当中最卑微低下的人 这班人 从小到大 完全没有公义 给他吃 给他喝 而耶稣却在此时此刻 面对着这班人 宣告给他 你们是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属于你们的 你记不记得 我们要停一停 想一想 耶稣究竟在说什么 耶稣在说的福气 是一种福气 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班窮苦的人家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 于是他自动的 就成为天国的一分子吗 难道我们今天破产 我们就是天国的一分子吗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进入天国 简单来说 答案是 贫穷不会使你进天国 使你进天国的是 悔改 林牧师你怎样知道是悔改 因为这里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 耶稣开始讲天国 但天国在马太福音里 是第三次的出现 头两次的出现 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和第四章里面 第三章这么说 在那些日子 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大的抗野宣讲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了 接着第四章 到耶稣 从那时候 就是约翰退休的时候 约翰被捕 没办法再出来 讲道的时候 耶稣接棒 耶稣开始宣讲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了 你看到天国和悔改 是一群人的 一个人怎样可以进入天国 不是靠穷的 当然另外一个理论 就是靠富有 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理论 就是有钱 就是属于天国 就是属于你的 是吧 另外解放神学的人 就说 不是 穷的人 天国属于你的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 无论你有钱也好 无论你窮也好 有第三样东西 是令你唯一可以进入天国的 是你们需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了 但我们如果再问下去 是不是我们如果现在悔改 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 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里面有 我们当中可能有未悔改的人 你需要悔改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 上帝的荣耀 无论你多穷 多有钱 无论你很成功 你很失败 两者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 上帝的荣耀 你需要悔改 但我们再问下去 是不是如果我悔改了 我的悔改就可以足够 令我进入天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其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 都会晓得悔改的 你看电视也知道 有些人信佛的 有些人信道教 有些人什么都不信 但是他做错了些事情 他的罪业 他感觉到悲伤 他感觉到他要悔改 是不是当一个人愿意 自我改变再更生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以得救 进入天国里面呢 答案是 当然不行 我想读一读 罗马书第六章第23条给你听 上帝这么说 他说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然后后面那句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永生在哪里 永生不在悔改里面 永生是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悔改不可以救到人 而是悔改 转向耶稣 是耶稣才可以拯救罪人 你明白吗 所以这里在说 当主耶稣基督说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当若汉说 天国来了近了你们要悔改 悔改是 是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 但你改变了去哪里 不是改变了 我现在要做好事 我要做多善事 去职音得 没有用的 这个都是错了一个方向 你以前走错了一个方向 因为唯一可以拯救的方向 是主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他又告诉我们 罪的功架乃是死 跟着叫你回转 叫你悔改 但是悔改转去哪里 转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上帝的因子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最终的全身 不是单单的回转 是回转信靠跟随 主耶稣基督 跟随那个受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买福音第一章 我想和你读第二十和二十一节 他所怀的因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儿子 要给他起名做耶稣 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耶稣的名字是上帝是拯救 耶稣是要拯救上帝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他怎样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不是做一些好事 不是做一些神迹 而是为我们赏十字架 为我们出空朋友 我需要留意 马赏福音第一章第二十节 他说他所怀的因是从圣灵来的 你还记不记得以赛说六十一章 以赛六十一章的应许 一开波的时候是怎样的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这儿正正是对应了这儿所怀的胎侍出于圣灵 圣灵来到耶稣里面 使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怎样可以进入天国 不是单单转来罪恶 这么简单 而在转来罪恶之后 一定要转向耶稣 所以我们全阳的福音是很准成的福音 我们的全阳福音不是 希望你快点做个好人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福音 希望你不再敬拜地上的假神 而专向耶稣独一的救主 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 我们找到唯一的出路 我们成为了上帝的百姓 主耶稣基督可以将我们从罪恶里面 拯救出来 耶稣自己他这样宣布 耶稣说 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承传律法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怎样承传了律法 怎样承传了先知 我相信你都会想过 你有听过耶稣完美的一生 他成就了救约的律法 他成就了圣洁上帝 在律法里面对我们的道德的要求 这些道德的要求在十界里面 你要说十界很容易 搜十样东西有多难呢 直至你开始看十界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不是跟你讲外表 是讲心的时候 当你打开耶稣的灯山部分 耶稣说 再不是你有没有杀人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恨慕弟兄的问题 再不是你有没有犯奸人的问题 你有没有淫念的问题 当你听耶稣讲的灯山部分 你开始知道 你没有办法成全上帝的律法 而耶稣来 他将我们所有没有办法成就的律法 他为我们承担 为我们承传 这个是他承传律法的第一步 但他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来做的 他不单止是令我们 承传了救约律法的要求 他更是承传了 救约里面律法和先知书里面 所有关于他自己的寓意 如果你离开教会 或者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 你都知道 救约圣经里面充满着预言 可能有人会说 林牧师我知道 有很多预言 数字不尽 但我想告诉你 救约的预言 其实都流向同一个中心点 如果你用心地去研读你的圣经 你明白 救约的预言 其实是走向同一个中心 就是走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救约的预言 都是告诉我们 耶稣将要为我们受苦 将要通过苦难 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里面 那个极具震撼力的港道 那个查经 耶稣自己这么说 他说 无知的人 你记得他有两个不信的门徒 在他复活的那一天 竟然不相信他会复活 而走回去二万五十的路上 耶稣来到他们面前 耶稣要拯救他们 耶稣说 无知的人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作了解释 在摩西律法里面 在先知诗里面记载的是什么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那些预言指向什么 指向他必须要受苦 指向他必须要通过苦难进入荣耀 为什么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但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那个奇妙的福音故事 如果你在当中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 基本上都会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段圣经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这个很特别的前后福音的架构 ABCD CBA的架构里面 基督的福音是整段故事的中心 是基督的福音改变了 改造了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本来是眼睛迷糊 本来他们是信心迟钝 最后当他们去到下半段的时候 当耶稣和他们说完他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竟然眼睛明亮 他竟然心里火热 这是一个改造的故事 这是一个回转 最后他们再不是走到二万五四 而是他们回转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事 是他们回转得着生命 得着使命的一个故事 我想你停一停下来 我想你想象一下 想象耶稣在登山寶分的时候 当他登山的时候 想他带着这帮贫穷人的面前 耶稣一样向他们做同一件事 宣讲他基督的福音 我想你想象一下这群人 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心灵 如何被耶稣所改造 由眼睛迷糊开始眼睛明亮 由他信心迟钝变成心里火热 由他罪恶的捆绑变成灰改信从 由他必毁之城里面去逃跑 进入上帝永恒的天国 由诅咒审判的当中逃离 进到永生永福的里面 我想你想想这群人 当他们听完这个福音之后 其实他们的生活上面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没错耶稣是医治了他们的疾病 如果你看回第四章的时候 但耶稣从来没有为他们创造财富 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今天很多人以为耶稣会帮他们创造财富 但你看回去旧的圣经里面 耶稣拯救了这些人所谓 医好了他们的病之后 从来没有给他们钱 没有给他们一记之长 让他们以后可以发财 于是这群人 听完耶稣的福音之后 他们仍然是贫穷 仍然在社会上是卑微 仍然是无意 但我想你想一下 但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不一样 他们有了两样新的东西 是从前所没有的 那两样新的东西就是 他有明亮的眼睛 和他们有火热的心灵 没听福音之前他没有的 现在他听完之后 他的眼睛明亮 他的心里火热 他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尽管他外在的情况 和以前没有很大的差别 一定我想起一个 我以前有一个已故的神学院教授 他叫Harvey Cohen Harvey 1933年出世 他年少的时候在美国的加州信主 当时的加州他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想起Harvey 说他那时候最喜欢 当大家在上课的时候 在开牧师的玩笑 在画牧师 他说其中一个主日学老师 想起Harvey 就说这个Harvey 一定不成气候 但Harvey的人生 在他大学的时候完全的改变 他成为了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回完大学之后 他开始神学院的学习 他预备他一生人要奉献给上帝 Harvey的一些同学 记得Harvey讀神学的时候 是一个高材生 因为他有一件事 其他人没有的 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photographic memory 因为他可以过目不忘 所以他读希列文 希伯来文特别厉 Harvey毕业了之后 他带着他年轻的太太和两个小孩 去了韩国 在韩国那里 他逗留了十二年 你想想 如果你今天去韩国 去了十二年 我不知道你的韩文有多少 但Harvey是真的一个天才 去了十二年之后 他初流利的韩文不单止是这样 他回到美国 他教书的时候 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韩国同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韩国到美国的同学 Harvey是容许他们考大考的时候 用韩文来回答的 因为他流利到一个地步 他仍然可以读到韩文 去为他们改他们的考试 当Harvey在韩国的时候 他有两份工 他第一份工就是正职 就是在他韩国的神学院里面 教新约圣经 这是他日口的工作 但他晚上有另一份工 那份工就刺激了 就是去当时1960年的韩国 和妓女和黑衣子传福音 当时有很多美国的军人在韩国 于是有很多妓女会围绕着这些基地 而Harvey就会在妓女当中和他们做茶经 Harvey曾经说过一件事 他后来认识了一群黑衣子 那群黑衣子都很小 他为什么会成为黑衣子呢 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孤儿 然后被修养了 但是修养的是黑社会的人 为什么要修养这群小孩呢 因为要他们出去做黑衣 去赚钱回来 于是这群小朋友很惨 一早就要出去 然后要扮好惨 不够惨就打到他够惨 于是晚上回来 如果赚不够钱的时候 又会被人毒打一番 Harvey向着这群黑衣子 孤儿传福音 做了几个茶经之后 竟然有几个黑衣子信了耶稣 Harvey说有一晚 我们在查马太福音 那晚 我想到那晚我自己都心惊胆跳 因为那晚他们要查的是八福 当他想到八福的头四福 一开波的时候 这个四样东西就是说黑衣子的命运 但问题来了 Harvey怎么可以告诉你 极其贫穷的人真是有福呢 那晚他去到他们黑衣子的地方 十一二点的晚上 喝着一点点的汤 刚刚有几个基督徒的黑衣子 被人毒打 毒打回来喝一口汤 在跟他们查经 他们开始读 极其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痛苦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 卑微低下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击害无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Harvey读完之后 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但是那些黑衣子竟然说 这四节圣经是关于我们的 上帝写给我们的 他听完心更害怕 那怎么会有福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有命的黑衣子开始说 是真的 我们真的有福了 从前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得贫穷哀动 卑微无意 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罪得倒了赦免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家庭 我们有弟兄 我们有姐妹 我们将来有盼望 我们会进到上帝的天国里面 天国是属于我们的 哈利简直是啞口无言 当他觉得是不可能 让他们这班小孩 觉得有福的时候 这班小孩自己和自己说 是有福的 为什么 因为在死因的幽谷里面 他们遇见了耶稣 当你真实信耶稣 当你真实信耶稣的时候 有两个东西你会得着的 是明亮的眼睛和火热的心灵 这班小孩 外表上和以前有没有改变 没有 他仍然是贫穷 他仍然是哀动 仍然卑微 仍然无意 在实质上 在属灵里面 实质 我们一说 我们说实质就是 觉得这些不实际 但我告诉他们 在天国里面 什么是自实际 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对于这班乞衣仔来说 耶稣是何等的甜美 于是有了耶稣 有耶稣的同在 他们仿佛 在耶稣的福气里面 在耶稣天国 眼看不见 但是有明亮眼睛的人 可以看见 他们在那里浮游 当你活在耶稣的甜美里面 就算你生命里面 有何等的苦难 甚至是悲剧 你感受到的 只是甘甜美 哈维他自己 在他临死的时候 一样做了同样的见证 哈维是1999年死的 他死的时候是因为cancer 到了最后他死在8月28号 所以整个暑假 当大家学生 老师都要放假走的时候 哈维自己 一个人留在hospice那里等死 我听过故事 讲到他有个很好的朋友 是另外一间神学院的老师 和他很多年的交情 在他准备要去放假之前 他回去看哈维最后一次 那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数 知道哈维大概过不了那个月 他去到哈维的床边和他聊天 接着哈维说 你这个暑假要去哪里 他说 哈维还是山上的一个度假屋 其实他说的时候都很不好意思 人家在那里等死 你又在那里说要去度假 还要去那些鬼那么漂亮的地方 他阴之世气地和哈维说 很不好意思 竟然哈维的回应是 哈维独有的笑声 哈维大笑 他说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要去的地方 给你要去的地方 好得太多了 真的不好意思 哈维在死音的休曲里面 遇见了耶稣 他毫无的惧怕 他只有怀着无尽的感恩 今天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瘟疫的影子之下 我们听到 我们敬拜 我们为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帝英姊妹祷告 为武汉的教会祈祷 我们祈祷些什么 不如我们祈祷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行不行 不如我们为他们祈祷 他们有明亮的眼睛火热的心灵 以至他们在死音的休曲里面 不如怕遭害 因为耶稣的同在 令他们生命里面无尽的甘甜 Tim Keller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如果我们 真是看得见耶稣基督里面的福气 如果我们真是眼睛明亮看得见 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醉得了射面 我们有上主 儿子的名分 我们可以进入祂永恒的天国 如果我们真是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 我们一生里面 所有的苦难和事恋 最后都是好像 Mosketobites 被蚊咬而已 你明白他说的话 他不是告诉你 你所受的苦难是小事 但他告诉我们 当你和耶稣基督里面的 福气比较的时候 他们顶龙 都是被蚊咬而已 我们需要明亮的眼睛 我们需要火热的心灵 我们需要这两件事 不单是因为我们需要度过这一生 我们需要明亮眼睛 火热心灵度过这一生 我们更加需要这两件事 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使命 我想带你去看 看八幅的整幅图画 我们强调八幅其实是一个八合一的福气 不过当你很仔细地去研读八幅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八幅看武包 其实真的有两半 一个是左一半 另一个是右一半 我想你看看左一半是什么 左一半是 是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的状况 在左边我们看到 当时来寻找耶稣的人的描述 当时来寻找耶稣的人 他是極其贫穷 他是痛苦哀动 他是卑微低下 他是饥渴无异 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状况 他们在死阴幽谷的影子之下 然而我想你看看右边 右边八幅里面的 后面那四幅是什么 是在讲着天国的使命 耶稣要猜他们 一个是来一个是去 耶稣要猜他们出去 被耶稣猜遣的人 会是什么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 剃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为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猜遣到左边 是他们现在的状况 右边是他们将来被猜遣 出使命当中的状况 而在中间是哪个 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耶稣是谁 他不单止是拯救主 耶稣是改造主 他改造了我们的命运 他改造了我们人生的方向 当我们相信他 与他同死同复活的时候 耶稣将我们的人生完全的改变 不是你在想的那些改变 你是想发达 你想以后平暴清云 不会有的 但耶稣会改变你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从没有使命 进入完全的使命 耶稣仿佛是神奇的电话亭 把clock hand变成超人 有没有看过 超人一定要变身 需要有一个电话亭 来将我们变身 耶稣将我们变身 从无尾的炎 变成了世上的光 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 令我想起 Cyprian的见证 中文叫居普良 是一个初期教会的熟灵的领袖 Cyprian 居普良出身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一个异教的家庭 不信耶稣 不认识 真神的家庭 他住在罗马的非洲 北非里面 一个主要的城市 叫carthage 加大基 在他未信主之前 Cyprian 是一个当地有名的律师 他也是一个演讲修辞学的老师 简单来说 最法的两件事他正在做 所以Cyprian的一生 他是浸淫在奢侈 微烂黑暗的生活当中 照他自己的见证 他说我当时远离真理的光照 但是通过一个朋友的见证 通过一个朋友不舍不离的见证 他的朋友是一个牧师 Cyprian最后 以46岁的高龄信主 46岁很老的了 我们已经超过40岁老 麻烦你贩卖信主了 你看看他最后死的时候 他多少岁 58岁 即是他信主之后 他只剩12年命 但是因为他的信主 虽然46岁的高龄 他从一个无味的盐 变成了世界的光 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当他要受洗之前之时 他卖了他所有的财产 给了那些穷人 然后他搬进牧师的房子 我想你搬不到进我的房子了 但是你看到他的改变 他的心 他的改造 因为他的眼睛明亮 他心火热 他受洗之后 他开始写他的见证 这个见证成为了当时的福音单章 你不要想生cancer 上帝救了我 差点破产上帝拯救了我 不是这些 是一个真正真理的见证 他写了一个单章 他在一个单章里面 他跟一个虚构的朋友传福音 这个朋友叫做Donatus Donatasi 这个是居宝良在当中所写的见证 他这么说 他说 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 Donatasi 他的朋友的名字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腐败世界 然而在他们当中 我遇见一个平静圣结 又掌握人生秘訣的人民 他们所拥有的喜乐 远远超越了我们在罪恶生活中的兴奋 所以你想象到他的friend 都是同样的那班人 有钱 微烂 在罪恶当中生活 他说 但他们拥有的喜乐 远远超过了我们在罪恶生活中的兴奋 他们被鄙视 受迫白 却一点也不在乎 他们完全掌控了自己生命 自己的灵魂 他们胜过了世界 Donatasi 这群人叫做基督徒 而我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分子 因为他的见证 你的见证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要写一个福音的策子 基于你自己的悔改信主 会是些什么 我病 上帝救了我 我穷 上帝令我发财 神经 没有这些东西 在教会历史里面 完全没有这样的见证 是耶稣基督的呼召 居库梁受洗两年之后 他成为了一个当地的牧者 当时他们那个城市的主教 突然间世世 死了之后 没有人需要有人顶主教的位置 当时那些人选居普通 一个信主两年的人 成为当地的主教 但如果你计算一条数 46岁信主 信了两年之后 他只剩10年的教会事工经验 你明白吗 10年的教会事工经验 公理堂主任牧师都做不到 他只剩10年而已 他10年短短的教会事工 而在这10年的教会 短短的教会事工里面 被人前后夹工 他一开波 就被罗马的皇帝迫白 他死亦都是被另外一个 罗马皇帝迫白 第一次他逃脱了 第二次他被人捉到 他被放逐被斩首 被两次两个罗马帝王去迫白 那中间那几年呢 中间那七八年 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在居普良殉道之前 中间那几年 他要带领教会 到过另一个死亡的邮局 那死亡的邮局 叫做居普良瘟疫 居普良瘟疫 The Blake of Cyprian 你问什么叫居普良瘟疫 是瘟疫由他发出来 不是 是因为他是唯一 仔细记载瘟疫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 当时罗马帝国有一场这样的瘟疫 是因为居普良 写下了当时瘟疫的状况 我想你留意第一件事 瘟疫有多久 瘟疫超越了他的人生 这里写的是 二十四九至二十六零 即是十二三年 我们今天 两个月都很顶不住 即是不可能的 SARS也是半年 你可不可以想象 瘟疫在没有 医院 没有医院 没有医护的底下里面 长达十二三年 甚至有人说 可能是二十年 这个瘟疫 不断的残杀 罗马帝国里面的人 这是一个对瘟疫的形容 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专写居普良 他在写居普良的写作里面 发现了他对当时瘟疫的一些记载 他这样说 此后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 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 有种破坏力极大的可马疾病 连续侵袭 战斗人民的每所房屋 每天有无数人突然遇害 从自己的房子中被带走 所有人都战斗着 逃离家园 逃避瘟疫 对弯病朋友拒绝支援 仿佛除非拒绝了必死的病人 就能排除死亡 排除了必死的病人 就能排除死亡 与此同时 在整个城市中 有的不再是活人 而是众多的尸体 我们今天有瘟疫我们的封城 那时候不是的 那些活人都走去外面 剩下在城市里的人死 没有救 所以你有患病 一出来的人就不停走 最好的朋友 都没有人去帮忙 一个瘟疫 有人说在当时的罗马 最劲的时候 一日死五千人 我们现在死了多少个呢? 二千多 一日就死 根本没办法搭救 就这样经历了十几二十年 居普人要带着教会 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他做了些什么? 他做三样东西 第一 他用他的宣讲 他用他的讲道 用上帝的话语去鼓励 勉励当时的基督徒 不要怕死 死无可畏惧 他是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我们一定要脱离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 他带领他当时的教会 去服侍一些病患者 和被遗弃的人 当然用这条命来博的了 摆到明了 也是死了很多的 第三 他向那些垂死的病人 传统基督的福音 他在做些什么? 他带领他的教会 活出八福 活出八福 后面那四福的使命 念吻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吻 剃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称为上帝的而知 你很可能想像 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 教会是念吻人的 教会是剃造和平的 怎么可能这些教会 被人逼白呢? 很简单 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 什么叫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们唯独敬拜独一的 真生耶稣基督 初期教会衰些什么? 衰不拜神 衰不拜神 当时罗马的皇帝 当瘟疫在这儿蔓延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找个代死的高阳 一定要找人来 顶住他 于是他去找基督徒 他归咎整个瘟疫是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拒绝 拜罗马的神明 拒绝向罗马神明献祭 这是他们被逼白的原因 在居普良死的时候 他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今天愿意向罗马的神明拜祭 我饶你一命 他说多谢甲胜慧 来吧 被人斩首 这是一个何等 有力的 何等鲜明的福音见证 为什么居普良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初期的教会可以这样做? 两个东西 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 无论有瘟疫 没有瘟疫 我们仍然需要同一样 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间使命的教会? 不是希望这个瘟疫快点过去 跟着我们可以平安地继续去聚会 我们需要两者成为上帝使命之民 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多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眼睛迷糊的可以成为眼睛明亮 心里面垂死的可以再次为你火热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福音 福音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看到所有的见证都是朝向你福音的伟大和甜美 黑衣仔的见证 黑衣仔的见证 哈维的见证 古桩梦所以便 być为何就能够活至 qo e o h e o 有些人从 republic为 God 水》、隔空後 quer了 在大陆里面千千万万的信徒 在武汉的教会 我们为他们祷告 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也盼望他们都为我们祈祷 因为我们都很不碰 我们需要有明亮的眼睛 火热的心灵 使我们可以成为 一个使命的子民 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